我真的想不到 原來這首歌可以鋼柔並濟耶 對啊 它可以同時存在的耶 對 因為你的印象風險也太親 就覺得很陽剛味 不是陽剛哦 太陽剛 陽剛味 對 對,可是你竟然可以把它唱得 這麼女性、這麼輕柔 而且兩個人不同效果 就是天歌他一唱 就是大家被震懾住 對 怎麼會生這麼大白 你站在旁邊有沒有被嚇到 我他唱得真好 很好 就起鼻疙瘩了 對,是起鼻疙瘩 但是娟姐唱是 你會一直被它吸過去有沒有 就很想娶她 吸進去 很想照顧你 對 很想擁有你 兩個都有平衡的效果 因為余大哥唱這首歌 腳會抬起來 然後到太親娟姐 我剛剛抬了沒有 有 有啊 其實我... 他唱了之後你又慢慢又下來 這樣 對,所以就很調和 是 最近自己玩 又單操一個嘛 對啊 單操嘛 要切一切 對不對 還切一切 旁邊 大家讓它安慰一下 很輕鬆 對啦 我告訴你 你自己條件這樣就好 但是如果要再讓你切一切 對上 是 你大概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條件 等一下... 我... 我會幫你倒三天 好 等一下要吃什麼自己說 讓還沒條件講好嘛 你先說還沒講 先講 馨姐妳看一下左邊 再講一下條件 我覺得 應該要找一個像余大哥這樣子 很顧家又愛家 然後又 很照顧老婆的 好男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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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克帆突如其來的告白 能否讓蔡允娟心動呢 我覺得 應該要找一個像余大哥這樣子 很顧家又愛家 然後又 很照顧老婆的 好男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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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這個樣子好像國父孫中山豬 什麼 喂 泡過水的嗎 你是說要像余大哥這樣 對 你好像泡過水耶 余大哥 你怎麼穿布你這麼胖 怎麼會 不是 喂,他只是西裝蓋住肚子而已 你還是要減肥一下 真的 對啦 一句話就被打槍了 對啊 你不敢胖的 老實說 你每次有什麼樣的條件 我還幫你搗擦一下 沒有什麼 其實就是相處 然後就是我覺得要顧家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說是 余大哥這樣 其實我講的是 他的一個照顧家裡的心 然後照顧老婆孩子的心情 對 好丈夫、好老公 真的 好爸爸 對 現在這種人很會找 沒關係,找不到慢慢來 演歌的 你說怎麼睡在沒禮物 你看 對啊 但是這種事情還是要靠緣分 對,當然 這個緣分其實最重要 對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常常上電視 讓我們大家再聽聽你的聲音 對啊 這麼甜的聲音 已經很少聽見了 對啊 好啊 因為他的特質證 很少個人可以取代 沒錯 真的 沒有了 因為今天唱了滿多歌曲的 也都是我自己專輯的歌 那我來挑一首 來挑一首老歌 好 可以代表你此刻的心情 此刻的心情 對 我覺得這麼久沒有唱歌了 唱歌也唱了這麼久了 我覺得有一種很感激的心情 那種心情就像 難忘的初戀情人一樣 難忘的初戀情人 四身 있어 freel爱情人 deineня 把二人抱著小心情 把數與長相談 跟我 sido injected 그러 Another 遲到還哭是藍 難忘的初年輕人 為什麼不見你再來我家 安晚你告訴我初戀的情人 我要向你傾訴 心中無限苦悶 只要你心不變為久情一陣 直到還哭是藍 難忘的初年輕人 難忘的初年輕人 好可憐